美墨一代的重制版登录PC了 但是优化很差 目前顶级的PC配置 13900K加上4090都能同时吃满 32G的内存吃掉60%到70% 24G的显存吃掉80% 这是妥妥的零优化 Only on PlayStation显零了 前几天暗黑四测试版 PC版也出了个事 由于某香卡品牌记不如人 玩游戏的时候黑屏了 然后响卡烧毁了 作为一名同时拥有PS5和4080的用户的我来说 也不知道该说点啥好 索尼独占游戏 一直到PC上也有几座了 战神4 蜘蛛侠 往日不在 神秘海域等等 这些移植工作都是索尼交给第三方完成的 说白了就是索尼找的外包做的移植 优化不到位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目前很多全平台的游戏 首发的时候 PC版的优化是不如PS5这类游戏机主机的版本的 但随着PC版游戏补丁的推出 响卡驱动的不断完善 优化也会慢慢的变得好一点 所以说拥有PS5这种游戏机的玩家 还是挺幸福的 只需要付钱玩就行了 像什么优化都交给软硬件公司 他们会替我们把好关 这种游戏机的玩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